二八廉假即将到来 公路总局关山公务段 为了让民众有更弹性的南横公路旅游行程 早已经提早的进行了工程所需的物资运送 并且也加派人力来进行道路维护整理 那么从2月28号到3月1号 也将会取消管制通行 但开放的时段仍然是维持 早上7点到下午的2点进入 并且在下午5点离开管制路段 也请民众多加注意 由于2月28年续假期将界 公路总局关山公务段 为了让民众有更弹性的南横公路旅游行程 以先协调各单位及施工厂商 提早运送工程所需的物资 及加派人力进行道路维护整理 希望减少廉价期间 工程对民众出游的影响 关山公务段表示 为了方便民众到南横公路旅游 2月28号及3月1号将取消管制通行 但开放时段仍维持早上7点到下午2点进入 并于下午5点离开管制路段 敬请民众多加注意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道